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内一些事 今天的主题呢,是大家最喜欢的两个题材 一个是更衣室内斗,还有一个就是胡人队 一波大换血之后,终于有离开的球员 对胡人队垃圾的更衣室氛围开炮了 那被胡人交易到魔术的贝弗利呢 在自己的播客里面谈到了威少和威少交易 贝弗利说,胡人队的问题跟篮球没有关系 这是其他事情造成的 但你不能直接说出来,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氛围 这种奇怪的氛围呢,也导致球队根本没有办法齐心协力 贝弗利说,每一场比赛威斯特布鲁克都是第一个倒更衣室的 那每一场比赛都是这样 他和勒布朗戴维斯会做第一班大巴 但是当他们倒更衣室的时候 看到威斯特布鲁克的穿着,就知道他已经训练完了 那这就是威斯特布鲁克,威斯特布鲁克是他一生的朋友 同时他也黑到洛杉矶 他说这个城市有很多很烂的东西,他并不理解 他和威少都并不喜欢球队的氛围 并且直接喊话威少,说他是不会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离开的 他和威少经常一起吃饭,他们的关系是真正的友谊 他说威少是一个真正懂得比赛的人 那胡人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篮球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仔细回忆此前的两场比赛呢 就确实能感觉到胡人的垃圾跟衣食氛围 有媒体透露啊,威少之所以不会被交易 完全是因为他和球队的矛盾 在胡人与雷霆的比赛中 威少和教练达尔文哈姆在更衣室里大吵大闹 最后威少被胡人队交易 要知道,在与雷霆的比赛中 威少是十九投十中 那陆山基胡人后卫威少和教练哈姆 在更衣室里进行了简短的对话 这位知情人士透露 在星期二与俄成的比赛中 他们半场休息时间 进行了一次简短而又热烈的对话 已经开始互相问候亲人 那争论的起因是 威少在第二阶结束后啊 他被划下了场边 很显然,威少非常不满 达尔文哈姆的突然替换 因为这对于詹姆斯来说是记录之夜 他希望能够在球场上 为兄弟赢得一场有价值的胜利 而自从威少到胡人以来 他还从没有打过这样的比赛 同时詹姆斯则退伍 胡人没有换来 勾文公开表达了失望 甚至和球队闹起了矛盾 这意味着詹姆斯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不会再和威少一起打球了 胡人队的管理层只希望尽快把威少换掉 而威少的哥哥则对詹姆斯表达了不满 他会认为弟弟为了让胡人能够更上一层楼 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 去做一个替补 另外一个诡异的事情是 在那场詹姆斯成为历史得分王的比赛中 戴维斯在老瞻破机怒后 怒论的表情 根据球迷圈内不靠谱的小道消息 团队通知农媒将被交易至篮网 欢多兰特 因此农媒表现得相当沮丧 农媒认为自己这个交易得到了老瞻的认同 所以在老瞻达升历史得分王时 他根本就没有参加庆祝 但詹姆斯在比赛期间询问农媒的状态 农媒告知了詹姆斯 詹姆斯说 这件事情自己并不知情 那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是爱你的 随后在比赛的关键时刻 詹姆斯示意提前下场放弃比赛 并在赛后拒绝了胡人队准备的庆祝活动 转而和家人庆祝 老瞻通过自己的团队 向胡人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生气没有在准备交易农媒事和和自己商量 如果交易农媒而不交易微少 他将不会出席本赛季的剩余比赛 并在今年夏季提出交易生意情 也是这番话保住了农媒 那本来胡人的计划是留住微少 并且用农媒加27年 以及29年的首轮去换杜兰特 那双方正在讨论一些细节 但因为老瞻的拒绝 转而迅速达成三方交易 最终因为胡人提供的价值过高 造成太阳不得不加价交易杜兰特 而太阳的第一轮报价不得而知 早在交易节日前 欧文就动了申请交易的念头 有传闻说 传说詹姆斯暗地里招募过欧文 名里是胡人管理层主动与篮网管理层沟通 但是篮网老板蔡从信根本就不情愿 欧文去到自己最想去的胡人 携手詹姆斯 甚至在交易结束后提起了联盟仲裁 蔡老板还是愿意尽量满足杜兰特 离开去到了太阳的要求 农媒也清醒 欧文来到球队 对于自己未必是一件好事 而近期就在之前的比赛中 胡人输给开拓者之后 农媒在更衣室与斯罗德有一番非常激烈的争吵 前者指责后者身为球队大脑 得分仅仅只有可怜的两分 甚至还没有足够的助攻 以胡人队首发主力的角色去考虑 斯罗德的状态太不稳定 这样农媒很不舒服 斯罗德给球队的贡献真的太少了 斯罗德觉得农媒复苏之后 自身单打的成功率也很低 尽管本场 农媒拿下了20个篮板 不过我认为这个消息甚至是相当积极的信号 因为胡人已经很久没有因为球场的事情 姐姐争吵过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个订阅 这里是体育那些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